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独特的声音和表演 让各大歌剧院竞相邀约 一个中国年轻人 带给了世界歌坛新的惊喜 十一节 八零后 吕欧南高音歌唱家 2007年连续四次 获得国际声乐比赛金奖 他登上意大利 罗西尼歌剧节的舞台 被誉为世界新一代 罗西尼南高音代表之一 如今演出的足迹 遍布世界各大歌剧院 艺术节和音乐厅 近年来 也频频回国 与国内顶尖音乐家和乐团合作 还在音乐剧《国之当歌》中 扮演逆耳 老师最近看网上推荐的一个帖子 因为《国之当歌》的介绍 然后看到您剧照 我当时以为您那个是剧照当中的形象 没想到今天看到您 就是这样的外形打扮 其实跟聂尔气质还是有点靠近的 有点像 怎么说 说一个笑话 就是我们今年八月份的时候 去的聂尔的故乡 然后去的昆明跟玉西 玉西有一个聂尔的故居 聂尔故居里面 陈列着聂尔的非常很多的照片啊 包括生前的一些亲笔信啊什么的 里面有一个讲解员 知道我们是聂尔剧组的 但是不知道谁是演聂尔的 我们看到一个照片的时候 他突然对着我一看说 你长得还挺像的 从那之后吧 我就跟旁边开玩笑说 我更有信心了 我是买宝的小航家 不等天明去等牌包 一面走 一面走 今天的新闻真正好 七个同伴就买两份包 在2012年的年底 上海歌剧院的副院长 就是聂尔的作曲 李瑞祥老师就特地从上海赶到北京来 听了我一个音乐会 听完之后第二天就跟我说 他有一个这样的制作 我是没有思索的就一下子答应了 因为我一直有一个梦想 就是在舞台上唱一遍我们的国歌 自己的国歌 我02年出的国 以前在高中初中的时候 每天都唱国歌 但是他只是停留在一个形式上 没有说到心里面去的 但是出了国之后 有一天我看应该是奥运会 应该是奥运会的比赛 当我听到国歌响起的时候 突然之间就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 就打转着出来 那时候才发现 是 离开祖国的人 其实是更能了解 更能体会爱国这个感觉的 李院长跟我说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说最后振奋中华的歌唱完之后 有反复三遍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一用进行曲 我一下子就说 好 我就感觉 我等的这个机会来了 其实在无锡有闻点耳听 在无锡它也有一段难忘的过往 我们也特别希望国师当歌能够在无锡 我也是特别希望 其实沈老师您刚才说到 在国外有一段生活的经历 您的资料上有显示 某些时候就是连续的获得国际金奖 国际的一等奖 这些都对于一个演员来说 是非常难得的事情 但是您在07年那会儿就一下拿了四个 运气其实真的特别好 我一开始02年刚出国的时候 我去的日本 我在日本待了四年 我是06年去的奥地利 然后到了奥地利之后 其实06年到07年 我一直在奥地利的格拉子 第二大城市 过着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生活 那个时候我这一年学了有12部歌剧 我在一个小山上 然后呢我也不去学校 五六个老师是轮番到家里来给我上课 比如说有教我发声技巧的老师 有教我就是学习歌剧曲目的老师 有教我音乐风格的老师 有教我表演的老师 有教德语的 还有教意大利语的老师 在那一年我觉得 像我们中国说的闭关修炼一样 对 在那一年我觉得我积累了很多 储存了很多能量 到07年的三月份 两三月份的时候 我就跟我老师说 我不知道在我这个年龄段 其他的歌手们 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虽然老师们您都 您一直说我很好 我很好 但是我不知道 我是在哪一个水平上 我想出去看一下 老师就说 那就好 我们去参加比赛 给我连续报了两个 一个在德国 一个在奥地利 德国那个比完之后 休息一天 奥地利那个比赛 直接就开始了 第一个在德国的比赛 我赢了第一名 然后还有一个 最佳艺术歌曲演唱奖 然后第二个比赛呢 是第一名 最佳南高音 还有最受观众欢迎奖 就是等于两个比赛 拿了五个奖 其实在第一个比赛 赢奖的时候 我还有些 就是找不着方向 我就想 我听吧 决赛的时候 歌手们 水平其实都很高 为什么我是第一名 有点不敢相信 然后 第二个比赛 其实比第一个比赛 更难一些 人会更多一些 结果去了之后 又是误打误撞 误打误撞 又得了第一名 从那之后 就知道差不多 自己在哪一个水平上 然后接下去 也差不多知道 该往 继续往哪儿去努力 到了那时候 就会 感觉到 又有一扇门 在我面前 打开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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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幸运的是 在第二个比赛的时候 遇到我在欧洲的 最大一个伯乐吧 意大利的一个剧院经理 然后他的业余爱好 就是参加比赛当评委 去发掘新人 他在比赛的时候 听到我唱意大利文的 永滩调 他说自证腔圆道 我以为你会说意大利文 所以我一上来 直接用意大利文和你交谈 但是你那个时候 只会说三句话 我在赢完第二个比赛的时候 他就建议我 去意大利参加另外一个比赛 过了大概有两三个星期 突然家里面收到一封信 一封信我拆开一看 是一个报名表 跟一般的比赛不一样 他不分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他每年都会有一个课题 比如说今年的课题是茶花女 明年的课题可以是女人心 每年他设定一部歌剧 然后为这部歌剧选角色 最后赢比赛的人 主要的是赢到一张剧院的合同 那年的主题 课题是莫扎特的女人心 女人心的谱子有那么厚 我一直犹豫不决 最后其实 是一枚硬币决定了这个命运 我记得是一个两欧的硬币 真的 我还投了一下 后来真的是 他决定着让我去 之后我在两三个星期里面 就是真的是彻夜的背 那本剧 非常不安的就踏上了征程 第一轮是自选曲目 随便唱什么 第二轮南高音都全部唱 南高音的第一首用弹调 唱完之后第二轮 又误打误撞到了第三轮 到了第三轮我往周围一看 一个中国人 三个意大利人 所以我其实心态到时候 但那个时候也挺好 就这么着吧 反正做自己能力之内的 尽力就好 决赛我记得我们从五点开始 赛到了凌晨12点 其实我根本就没有抱希望 结果又是赢了这个合同 从那之后 然后我的歌剧生涯吧 职业生涯算是开始了 岩石巾庭即不负车 祢是起 anf�有饭会 更有所谓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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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现在回头看当初 您说您当初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多当中我是第一人 您现在回头看自己为什么是第一名 能唱成这样的歌手真的很多很多 最后还是看 命运 机遇 谁能抓住机遇 谁就是胜者我感觉 在欧洲我最近 人家跟我说我做事比较认真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他们说我唱歌 容易打动人 比如说有一次我在 威尼斯的凤凰歌剧院演 爱的干唇 我有朋友来看了 我最后返场 偷洒一滴泪 前面坐着一位意大利的老太太 一直在擦眼泪 感谢父母感谢上天给我一种 怎么说 歌声的力量 对 情感的力量 对情感的力量 我在意大利的那些 剧院经理啊 包括经纪人啊 导演 指挥朋友他们都说 到一定水准唱的好的 其实很多很多 但是为什么大家都会觉得 我更喜欢他一点 更喜欢这个人一点 就是最后要看哪个人 能够唱到别人心里面去 我看哪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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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年龄人 少有的成本 和谦和 天赋 让他遇上了很多机遇 而认真和努力 使他一步步走上了更大 更高的舞台 他有宽广的前程 他的未来 我们拭目以待